新光大道捧红的草根明星 新光大道捧红的六大草根歌手 可惜捧红他们的人却不知去处 阿宝多的冠军一夜成名 商演代言年五百万 之后被曝出身份造假 他不是农民歌手 而是专业的摇滚助唱歌手 英文十分流 草帽姐 他确实是一位农民 并且家里没什么钱 之所以能参加新光大道 是因为在之前选秀节目中得了冠军 结果在新光大道走红之后 却各种炫富 穿名牌 开豪车 之前为成名之时曾许诺 成名之后要造福乡里 给家里盖锁学校 但是却什么都没做 目前官方已经封杀草帽姐 草帽姐受不了 网上的批判也住了院 大一哥住之文 做的要比钱两者好 淳朴的农民出身 在新光大道成名后 确实援助过村子 并且帮助过不少贫穷的家庭 但是人心不足舌吞下 不少人指责大一哥人住的不够多 就连老师讲大为都弄志他 如今负面新闻残身 大一哥坦言后悔莫及 云飞是2012年的年度亚军 朋友们应该还记得 虽然歌不错 可是成名走红之后 却传出好多负面消息 比如为了貌美如花的女明星 抛弃了老婆等 西时与前妻离婚 时对女儿的造成了很大的创伤 这件事情也被很多人吐槽 2007年王二妮登上了 星光大道的舞台 并取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正式出道 从进入观众事业以来 她的歌都以中国风为主 热衷于歌唱人民 她的歌颇举民族特色 除了在歌唱方面不断取得进步 歌唱会订阅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